左营原地庙前的大树下 左营消防分队和防火轩导队设置摊位 正在受理民众申请免费的住警器 队员们还当场交民众回家之后 怎么安装住警器 墙壁或者那个天花板的最上面 因为它的烟会在最 那个有烟虫消音会在最上面 所以说才会侦测得到 要安全点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不在家 要什么状况的话 就会那个 就会有邻居帮忙 拿回去了要装 比较对我们那个自身的安全 家身家安全很重要 因为城中城大火事件之后 让大家更注意住家的消防安全 而左营旧社区一带 大多是偷天错 住户必须自行装设住警器 里长们也配合消防队的宣导 在前几天就发出通知单 鼓励民众赶快来申请 都老王子了 对 透天比较多 年轻的都比较出去 这个老人比较多 这个老部落 这个老人比较多 比较危险 因为最近有一些 那些比较大型的火车 大家都会怕 所以我通知当时 看着大家就都问了 说真的免费吗 我说真的免费 那是消防队的福利 大家也是都很认真 都有早就来那排队 由于消防法中规定 五楼以下的住宅 应该设置住警器 在市府编列预算 和民间捐赠之下 已经购置许多住警器 为了方便民众申请 左营消防分队 特别深入社区 究竟协助民众完成申请 主要来这边老街部落 是因为大家比较不用网路 那我们现场做发放 那大家形成一个社区的影响力 那我们可以让大家 比较知道这件事情 分充成的火灾 真的也很可怕 希望大家应用 加上我们左营这些旧部落 也蛮多的 蓝指也是 希望大家都来申请 住警器发出警报声 成功阻止火灾发生的案例不少 民众拿到住警器之后 就赶紧回家装设 希望能够为住家安全 多加一层保障 记者潘志光来长帮高雄报道